一辆大货车快速通过路口 但仔细看货车后头 一块轮胎早就已经脱落 在马路上高速弹跳了两下 往一旁的草丛砸去 当时一名除草员工来不及反应 当场被砸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去 除草员工看到轮胎一面袭来 来不及反应被砸个正着 整个人往空中弹飞 重衰落地后 紧急送往医院宣告不治 由于死者当时是在进行除草作业 一度以为是除草时 碰到了高压电线遭到电击致死 第一线发现的员工 是看他肚子有一个电击的痕迹 所以烧焦这样 对对对 所以第一时间大家都不管去碰他 意外现场拉起封锁线 远警在里面穿梭财政 事发地点就在基隆七堵时间路上 一处货柜车的停车场内 46岁的软性死者 警方在他的腹部 发现20到30公分的焦黑伤口 才会以为是触电身亡 经过警方掉夜监视器后 才意外发现遭货车的巨轮砸中夺命 经警方掉夜监视器 画面锁定造势车主 于晚间八点将犯嫌查戏到案 本案后续一过失致死罪 侦犯 意外来得突然 死者同事听到巨响出来时 发现人已经倒在地上 所信警方持续过滤 经过车辆才还原事情 经过揪出了这颗杀人轮胎 记者综合报导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